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 全台湾其实大家都蛮期待 7月12号可以解封的 那么包括了阿中部长 其实前几天也抱持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 没有想到环南市场疫情现在一发不可收拾 今天41例确诊 包括了滨江北农加起来52例确诊 这52例还没有加在今天的确诊数里面 它会明天公布 明天公布这52例 如果再加上全台湾零零星星加起来的 会不会超过100例呢 我们很担心 所以现在7月12号能不能解封 反而现在指挥中心是有点保守了 我们来看 大家很欢乐怕一条的时候 其实我们从5月多就开始说 这个市场的问题好像蛮严重的 而且说真的 他们市场的生意做着 我都去万华公店了 很多人是这几个地方都在流窜的 结果没有事先预防 没有这个一开始 尽量的把可能的感染源抓出来的结果 现在事情闷烧之后就突然爆发了 没有想到爆发之后 全台湾都很惊讶 只有柯文哲不惊讶 柯文哲他说这是在预料中 推出了他的一个新战术叫做 附近里要普塞 这是他的说法 他说预料中不知道是不是嘴巴硬 但是早上去洗牙齐 他力挺为解封 而且要大家等一下猜猜他买了什么 你有心情吗 你猜得下去吗 今天全台湾的夜市都等着要解封 等着你什么时候把台北市市场的问题给处理好 我们来看VCR 本土个案实时维持双位数 新增57例本土15例死亡个案 值得注意的是 台北市的诊诊病例首度超过新北 台北市29例 新北市15例 新竹县4例 其余县市则是各新增1到3例 整体这个病例的趋势还是往下 那不过昨天在北市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拆检里面 还是发现了很多的个案 这些都还不包含在今天的个案里面 针对环南市场世界 指挥官陈时中也强调 病毒不分你我会扩大普筛来抓除黑数 但这次事件会不会影响到7月12号解封 陈时中这样说 还要等到一个整个大家心情比较稳定的时候 再做这个参与的这些相关的指引的工夫 我们也准备了差不多了 那不过现在的实际是不够 现在还是要能面对这波的疫情 那总之现在开始就是要把脚步加快 把疫情能够安装 要控制疫情就得靠疫苗 美国疫苗厂NovaFax证实 台湾已经透过Covac平台 订购该公司的新冠疫苗 指挥中心也强调 目前正在谈判当中 也期待有好消息 事实上全台湾除了双北之外 其他案例都是零零星星的了 范老师你看到现在台北市是在最严重的 台北市现在是超车心不试 柯文哲昨天还去试 还是你看了做何感想 他昨天去夜市 这是不是政治动作 当然是政治动作嘛 你去夜市干嘛 你不用你去嘛 你找一个科长去看人潮怎么样 有没有管制 有没有实名制 他去那边就是要 就是一个完全是政治的想法 你看我们第一个开放夜市 所以说台北市 他给美国来拍嘛 你去跟夜市的防疫 有没有关联性 没有关联性啊 不过你柯文哲来了 我们夜市防疫 大家就是强化了 没有嘛 王韵师作秀 你昨天晚上应该就去哪里 你要去环南市场 因为环南市场今天要关三天 你要去跟这些摊贩解释 明天我们要 为什么今天一大一早 这些摊商到了市场 还不晓得今天要关门 所以该你去的地方你不去 不该你去的地方你拼命去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到今天为止 他还在做政治的操作 我必须要讲 如果到7月12号 全台湾还不能解释 还是三级的话 这不仅是经济问题 这是社会问题 这是政治问题 甚至是国安问题 因为我觉得这会影响到民众的信心 我觉得今天王必胜进驻之后 我们请全国之力 我觉得至少我们现在知道 那个货源在哪里 那货源就在这两个市场 我们请全国之力不分昼夜 我们全国一起 让 就过头努力 把我们所有的资源弄进去 我还是觉得 7月12号 我们还要抱持一个乐观的心 因为我如果再投下去 那个太严重了 太多人会受不了 所以我必须要讲的是说 何况双别以外的县市 他们是无辜的陪我们在受罪 6月3号是最高峰 2月22日力 完往下走之后 关于做一件事情 每天三点半开记者会骂蔡英文 骂陈时中 骂得好过瘾啊 我的民调 我的网络声量全部起来了 然后看着新北的侯友宜在那边 哦好辛苦 因为当本来一开始是台北的 这个确诊多 新北上 后来新北上来 台北还变小了 他就翘着脚 看看你这个侯友宜在那边累的办事 我就没事 我们每天都骂蔡英文 可是你那个时候 为什么没有想过 这些万华阿公店的消费族群 很多是来自于市场 他不管 他也不去了解 我相信他有这个情报 我相信他绝对知道 可是他就不去碰触这一块 所以我不想讲 当6月4号 CDC已经告诉你 要赶快设快筛站的时候 快速筛检的时候 可不得黄珊珊说什么 哎呀摊贩不好找啦 他们没医院啦 我们没办法勉强他们啦 让他们自己骑摩托车去剥皮疗啦 还是这种态度 然后到了6月14号 北农已经确诊33例了 还叫大家自动自发 还在说政府没有强制力 这个就是你有没有心而已 你要动用 你这个时候 北农33例确诊都多严重 我们一个百货公司 一个柜姐确诊 就全管都关起来 你还在那边让那个火继续烧 所以我必须要讲 今天柯文哲 你真的行行好 你就不要再管任何事情了 你就安安 你就安安静静的 支援我们整个 我们希望在6月7月12号 我们能够看到曙光乍现 否则全民的心已经太累了 好 其实这个台北市议员许说 最近点的几个地方 他都点的蛮准的 包括北农啊 环南 他现在要丢出下一个问题 南保信义担安区 不会是下一个疫情风险区 他要求市政府尽快对牙医诊所 就诊的127位来进行快筛 信义牙医诊所有16名员工 127名接触医师的看见者 全部只要求做居家隔离 而不筛检 另外呢 大安区的耳鼻喉科 接触确诊医师300多名 也只给100多名做筛检 其他的要求他们自己做快筛 到底为什么市政府不愿意主动筛检 是要让信义大安成为下一个疫情风险区吗 结果我们发现这两个医师诊所 居然只相距了450公尺 都在六张里 那么这个期间如果潜在的确诊 会不会又把病毒传给其他的居民呢 刘耀仁也说 北农自己号称有精准疫调 到底什么个准法 居家隔离通报 甚至有可能这个十天的落差 这十天如果是可能的 特别是最近阳性阳性确诊者 发现说呢 CT值还相当的低 又会多传染给多少人呢 面对这些质疑 民众党也赶快做梗图了 他们是精准疫调天天做 彻翼口水天天末 我不知道他们疫调精准在哪里 有慧珍你的观察 还有7月12号 如果真的不解封的话 会影响经济真的很大 像是淑华议员今天有特别提到 包括刚刚提到牙科的牙医师 他们有127个 大概是接触过的人 但事实上呢 他们说这127个 在最开始的时间里面 是完全没有经过快筛的 只要求他们自我居家隔离 那心里想说 天哪 如果说都已经到了 就发生到这个情况 你竟然还这样 没有想到另外一个 就是另外一个 尔比喉科的医师 隔450公尺 这个是总共300多人 300多人里面 他也只大概快筛了 其中的一半而已 所以现在你光看这个 大安区信义区 从万华区的北农 华南市场已经飘 飘了几多远的距离 来到了信义区跟大安区 都已经有发生这个类似的案例 你就知道 现在因为台北市政府的盖牌 导致现在台北市的疫情 可以说是12个行政区都开始 还是在再度卷土重来的情况 而这一次在北农 尤其是环南市场 今天出了一个更劲爆消息 这是让大家惊呆了 什么情况呢 今天上报的这篇独家报道 特别提到什么 原来环南市场的案例 早在5月9号都已经出现了 第一起案例 这个报道还不是据了解 人家是非常清楚的 有名有姓 他是采访谁 他是采访环南市场 自治会的会长林盛东 你看在我画这个红色这个地方 他说其实早在5月9号的时候 环南市场就已经有 第一起了这样子的案例 而这一起的案例的时候 当时并没有被列为 是环南市场第一案例 台北市政府官方所宣布的 第一起案例 竟然是隔到了6月11号 另外一个猪肉饭的 一个卖肉饭肉的一个摊饭 他才把它归成第一例 但是早在5月9号 这一例算什么呢 台北市政府从头到尾都没有说 然后现在大概隔了一个月 也就是到了6月11号 台北市政府才说 我们环南市场出现了第一例 这已经到5月9号晚了 一个多月 一个月又两天 结果到现在都已经到了 7月2号了 华南市场才举行 大规模的PCR快塞 那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帮大家提醒一下 早在6月23号的时候 陈时中部长 是不是在清晨4点 就去看了台北市 跟清北的总共三个市场 他当时提出的 第一个建议是什么 尽快进行全面性的 大规模的PCR 他说你如果还要先快塞 再做PCR 这样太慢的 他建议直接做PCR 结果柯文哲说什么 不需要 柯文哲婉拒了中央的一个意见 然后6月23号帮管的时候 又突然突袭指挥中心 然后进去开完会 本来说好好都没事 第二天又说 进去里面是专业对专业 出来又变成政治对政治 话都你在说 你现在说的精准快塞 精准那个疫调呢 精准疫调 你5月9号就有案例了 你拖到现在7月2号 你精准疫调 如果说你真的在5月9号 或是5月中的时候 就进行那一次的全 大规模的一个快塞跟疫调的话 这所有事情 现在其实都不会发生 所以换句话说 我跟你讲 我本来想破头 我从6月中就骂柯文哲 骂到后来我被那个 就是他们刚刚提到的側翼 我2018年挺柯文哲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说我是彻翼 我听你的时候 你不说我是彻翼 现在因为你做的这个疫调 完全没有做 完全不匡列 完全不快塞 导致台北市民 生命安危陷入了一个危险当中 那我们当然会觉得 你到底在做什么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网友提醒我 他说你没有发现吗 柯文哲其实在走毛泽东的路 毛泽东当年在抗战的时候 是一分抗日 两分应付 七分发展 这个要七二一方针 所以现在柯文哲是一分抗议 两分应付 七分发展 发展什么 发展他民众党的政治声量 所以民众党政治声量 现在15%啊 策略成功啊 但是对于台北市民来讲 你把台北市民的安危 真的是放在哪里去 变成是你踏向总统府的地下街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柯市长你要体认一件事情 台北市民给你八年的时间 让你当台北市的大家长 你要把台北市民的生命看成是你亲人的生命 你要把台北市的喜多看成是你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 不要把你个人的政治野心 安置在全台北市 两百多万人民的一个生命安全之上 现在七月十二号 能不能解封 这个打上了一个问号咯 但是他早上还要去洗呀 策略成你看到这个画面 你有什么感想 我真的觉得奇怪 他到底在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情 好像永远都搞不清楚状况 这个时间点 你的一个夜市已经从北农拓到环南市场 从环南市场又弄到的万大市场 整个市场这是风火连天 然后你跑去洗牙漆 你对讲难听一点 全台北市全台湾的牙漆 就你台北市的牙漆最没有资格现在开放 因为全台湾其他人 谁不是在等着我们大家 可以一同在七月十二号的时候 一同解封呢 当然我知道很多的市场 包括夜市像那个临下夜市这些摊贩 他们也真的希望说 忘了好久守了好久 真的希望可以有解封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负责任的市长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要把整个疫情 整个确诊案例都安置到 控制到更小 比如说实力以下 或是起码不要有这么多 每天都有新增的案例情况之下 甚至是有不明来源的一个 新增案例情况之下 在予以进行这个所谓的解封 那所以就让人家觉得你到底 你的防疫政策是什么 根本没有人看得懂 土方的长官建议我还是要 就是请假来避刑 土方的长官找我讨论 因为这个是跟防务市长讨论 那我相信他有 应该有跟市长讨论 前面调查的期间 其实卫生局下的同仁 曾经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 有一些议员有 那程序上可能认为说 因为可能有非差的长官指示 所以他们有一些可能不敢说的话 那当时的我在面谈的时候 那同仁有请局长离开同仁才愿意说 所以就这个部分 在调查期间还是避免 这些相关的利益冲突 所以他也同意说 那他先暂时回序 所以他提出了请假 所以部分就是 故意扭斥那个事实 把期间解释去 如果谁也拿得出 6月7号有提出的 我愿意退出再来 再来看看这位台北市卫生局长 黄世杰 一度传出他是被请假的 他本来是自己要洗头 市长不要让他走 我想黄世杰心里面 跟他走的朋友可能都很清楚 他心里面大概是很不爽了 然后被请假一个月之后 今天消假上班来上火线 市府幕僚说 黄世杰是被要求请假的 因为他是老实人 只要站上一位或是被问 就会不小心讲出实话 所以市府高层要求他请假 如今北市议会本周将卫生局多数预算暂时搁置 又爆发好心肝折索事件 只好再把黄世杰请出来灭火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乱无章法 那议员傻眼说 你防疫期间跟也没有长官吗 秦皇你看台北市到现在 几乎全台湾的疫情当中 就台北市这边最乱 我是把它分两个部分来讲 黄世杰部分跟疫情的部分 我把它拆两个部分说 第一个先讲这个黄世杰的部分 台北市的卫生局长照理说你是处理台北市疫情的重要的一把手 那在这个时间你请假一个月本来就会引起争议 结果现在传出来他真的状况是什么 你可以发现今天几个议员大概都问过黄世杰了 那黄世杰自己的讲法呢 他是讲说是市府内有人跟他谈过希望他请假 但是你知道妙妙在哪里吗 市府内跟他谈的人呢 现在传出来说是副市长黄珊珊 因为这是黄世杰自己讲的 黄珊珊跟他谈说希望他请假 那理由是说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你这个时间呢有考机会的调查 第二个你有联政委员会的调查 那我必须这样讲 联政委员会从我了解到现在 他从来没有一个公务员会 因为联政委员会调查请假一个月的啦 连请假一天都没有啦 所以你会因为联政委员会立案 然后你就叫他请假 这个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他的重点都放在哪里 重点都放在好心肝诊所的事件 到底是谁同意的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整件事情你会发现追到现在 不管是丢了line的讯息丢了什么东西出来 其实对于黄世杰的位置来讲都很敏感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要说他都不知情 这个很困难 但是如果他知情的话 请问是谁指示他这么做的 那对我在看这个案子来讲 黄世杰看起来就很像是一个断点的存在啊 他这时间不管是被请假或是被请辞 对于整个局势来讲都是最好的 而且各位再去看一件事情 之前为什么科文哲市长的市政府 会去提到高嘉瑜的事情 高嘉瑜是传line给那个黄世杰 黄世杰就把那个疫苗给发出去了哦 所以你可以发现他做的角色很像什么 很像选民服务嘛 所以我说像这种类型的角色的事情呢 对于台北市政府来讲 他一定有一件很敏感的事情 是跟黄世杰有关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所谓的被请假 这件事情传出来 那第二个我还是要回到刚刚在讲防疫这件事情 那刚刚惠敏有提到说 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 台北市政府的防疫是没有章法的 这个部分我同意一半 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这样讲 在这疫情里面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台北市政府呢 是针对议题跟防疫两个拆开来做 什么意思呢 议题的部分很有章法呢 金据连发呢 你会发现在议题的部分 哇前面告诉你他要丢新战法 新战术出来 后面呢他在跟你说要暴力事处理 然后也把什么焦土战法 今天也丢出来了 然后这些一个又一个的金据言辞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抢占新闻媒体的焦点都很好用 包括我们现在在讨论的 昨天他跑到夜市去这件事情 我们在看的时候觉得不可思议啊 为什么不可思议 在台北市的确诊案例里面 即便以今天来讲 他都还是有十几例以上的感染源不明 也就是说黑素啦 这些不是因为你把它匡列起来之后呢 在你匡列隔离期间他发病的 他是呢自己身体觉得不舒服 然后我到诊所 我到医院 我到这个快筛筛的地方 我才筛筛出来的 所以像台北市还有这些黑素存在的时候 还有不明感染源存在的时候 你就贸然的做夜市解封 对大家来讲都是不可思议的 但他也是做了 不但做了而且你会发现什么 哇对于柯文哲 昨天到宁夏夜市这件事情呢 民众党相关的人呢 大家都把它当做政治上的宣传 操作了一圈啊 操作成什么呢 说你看只有柯文哲讲的话 会让人家心里感到温暖 只有柯文哲考虑到民生经济 但我们去给大家看一件事情 秦王你有感到温暖吗 我没有感到温暖 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看这个手版上面的资讯 你去看柯文哲前面讲的话 跟后面讲的话有什么不一样 各位看哦 这个柯文哲在之前怎么讲呢 他之前说这个对于解封这件事情呢 柯文哲心里也有答案 若要慢慢解除管制 将以不吃饭的场所优先开放 所以是美术馆电影院优先开放 这柯文哲之前讲的哦 那现在是怎么讲 现在的讲法是说啊 这个你要考虑他对于民生经济 对于整个老百姓生活最有影响的优先处理 所以呢 北美馆我们就还没开放 所以呢 夜市呢 就先给他为解封为开放 那我请问你 前言不对后语 前面跟后面都是柯文哲讲的话 我请问你柯文哲 是以哪一个作为科学标准 所以很明显的科学标准 不是他最优先的考量 他在议题的操作上面 是以他的声量跟政治上面做考量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 他讲的很多 金句非常的多 但实际在做的部分呢 你会发现呢 会让人家觉得乏善可乘 而且会让人家很多质疑 好清皇你 刚刚慧珍讲的这个 我觉得蛮有意思 就是柯文哲 柯师傅一分抗议 七分在壮大自己 确实在这个过程中 他蛮壮大自己的了 那你常常在网路搜寻的 我想请问你现在年轻朋友们 在柯文哲壮大的过程里面 出了这几个包之后 目前他在网路的声量当中 有没有稍微受到一点挫折 因为这种民调要比较花时间 民调还没有显现出柯文哲 比较往下掉的趋势 那在网路上的即时声量呢 他们网路上的声量还是高 我们必须要讲 他其实你会发现 他这一串的操作以来 他网路声量还是高 但问题是在网路声量中 他负声量的比例 有没有增加 那你可以发现 他其实他第一个破口是在哪里 第一个破口是在好心肝事件 里面好心肝特权施打 你知道对于柯文哲 一个在2014年选举的时候主张 透明公开这样的一个政治主张来讲 你这个特权对他来讲是多大的冲击 所以好心肝事件是他第一个破口 那他其实后面的破口是什么呢 他其实后面的破口 就是让大家发现 北农事件里面你没办法控制 那到后来到今天呢 真正最大的破口 是在这两天的时候 大家发现不但没办法控制 前一阵子你还可以勉强交代说 案例数再往下降 对不对 那今天的状况是 案例数不降反升 而且明天看起来 还会比今天该再增加 那所以你就会发现 那你对于整个疫情的控制 之前有点像处于什么 打迷糊仗的情况 就是那些黑树怎么跑 你不知道 所以我请问你 对于这个状况来讲 会不会反映到那个 我们讲的声量里面 而且昨天同时还加了一个ban的事件 就是黄珊珊的赖的事件 因为那个赖的事件 大家发现说黄珊珊的有人 然后跟好心肝诊所的连结 就是一个ban 这黄珊珊自己讲的嘛 结果呢大家发现ban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许愿精灵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哦 就黄珊珊即便说ban跟他之间呢 这个集有联络 但他没有答应 可是你都可以发现 这个ban许愿完之后的隔天 他都能够得到疫苗哦 所以好心肝诊所第一批拿到了这个十五瓶 第二批拿到了一百瓶 黄珊珊说我都没有答应他 但是他真的都如愿拿到了哦 所以人家说ban 是全台湾最强大的许愿精灵 就跟那个神灯里面跑出来的一样 所以大家都想要认识ban这个好朋友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从昨天到今天跟ban有关的梗图做的非常多 然后传的非常的多 所以你看他声量会不会高 当然会高 但问题是负面的声量 从ban的事件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占比也越来越高 好 其实很多人选了克文哲之后 就会觉得说 没关系我只要按部就班 我只要我没有关系 但是我还可以循正常管道 来做事情 但是呢 经过好心肝事件之后 我们发现高家局一通电话 10分钟之后 好几瓶这个疫苗 就到了核心诊所 黄珊珊她说她没有回ban 可不可以她没有答应什么 但是只ban才不过一个line过去 好心肝拿到的是115瓶 振兴医院里面的ban又是谁 我们来看VCR 好心肝诊所爆发特权偷打疫苗 如今议员加码爆料 11楼市府高层 疑似找知情 外战局长黄世杰 在群主偷出这一段对话 代转好心肝 懂做水晶川转达 说昨天下午5点 拿到150支疫苗 晚上10点全部打完 并谢谢山山副市长 9号上午爆发好心肝 偷打疫苗事件之后 黄世杰在群主说 这真的不太好 再追问 现在诊所可以获得配发吗 这是我们的合约诊所 议员也质疑 有人挑过了黄世杰 配发疫苗给好心肝 一个局长对于好心肝拿疫苗 他必须要到 至情被媒体爆料的 当天早上在危机处理的时候 他还完全的不知情 看来黄珊珊都比他早知情 针对议员指扣 黄珊珊出示对话记录 指出和许金川之间 都是透过有人Ben来联系 直到新闻曝光之后 才跟Ben要了许金川的电话 还说不明白 许匹为什么要谢谢我 根本没有帮忙 压根没告诉卫生局 更没帮忙掉疫苗 对方还说已经提醒了许金川 事件曝光之后 黄珊珊在9号 第一次跟许金川对上 询问疫苗是打了院内员工 还是有院外人士 许金川也坦白回应 疫苗施打包关了整所职工 我6月3号到6月8号 我都因为身体有状况 所以我都晚上住在仁爱医院 那白天我都有回来上班开会 但是晚上我其实都在医院 休息跟打电梯 所以6月8号这个讯息来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有件事情 澄清好心肝配给疫苗 跟自己没有关系 但特权疫苗争议延烧 部分施打对象 未符合一到三倍规定 市府寄出200万拔还 并撤销疫苗合作整所资格 随着内部群组曝光 双方指扣各所合化 好心肝事件发生的时候 台北市长举行记者会 告诉他说好 那从今天开始公开透明 我们也期待他说到做到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整件事情的ban 整件事情的高嘉瑜 到底是谁 好这个简苏培 这个爆 把那个line那种指出来 说好心肝索疫苗 是要谢谢黄副市长的 黄副市长的 黄先生说 没做的事情不要摘在我头上 好所以这跟黄副市长 如果我相信他的话 这跟黄珊珊没有关系 那黄世杰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局长 黄世杰呢 发生事情之后 黄珊珊建议他避嫌要请假 那你的公开透明在哪里 你的公开透明在哪里 难怪现在就是 大家都开始嘲笑你嘛 来看这个本来是柯文哲教长 他当选举发言人的史书华牙医 邪教组织越来越强大了 泡茶是要泡茶自己来 改变成真 不是我英文不好 不是我不是改变成真 是改变成真 好啦 这个梦买春秋 请问山珊副市长可以协助我吗 我不贪不用一百坪 一坪就好 我可以选莫德纳的吗 然后这个民众党的上面 就变成一个ban 又被耻笑了 再来看这个 陈时中来电的时候他就say no 你有一通ban的新讯息 他就yes 比阿中部长厉害的男人ban 谁能让珊珊愿意拿起手机ban 创下 其实现在有个话叫做打真不难 改ban成真 所以只要改变的话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想说 要不要改名字叫做ban 对不对 也许就不用排到那么后面去 可是今天这个状况里面 确确实实 你会担心的是台北市的防疫 因为防疫的最主要部队就是卫生局 所以黄世杰讲说他是被请假 他要看一下那个line里面 搞不好是ban 不是黄珊珊 叫他要请假的人 也许是ban 不是黄珊珊 可是里面今天有个状况是什么 你会这个东西会出来 代表着卫生局里面 情绪已经是达到了极点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他是讲说是六月早 九号 就是八号的时候好心肝出事嘛 九号的时候八点到九点之间 在一百一十八个人里面的 卫生局的群组 这是一个内部对话 而这内部对话 也就只有他们在自己内部 可是到了现在为什么 我相信减书北一定是最近才拿到 是里面的人看了以后 情绪不舒服 他拿出来的 所以这里面的状况是 可是这件事情里面就代表着 里面的士气 黄世杰 或是卫生局的这些官员 第一线的这些部队 情绪士气 都出了大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 不要忘了一个东西更恐 我们担忧的是什么 目前为止 我去查台北市的什么公开资讯 卫生局在职人员 四百七十五个 但是目前传出来 确诊三十三个 百分之七 三十三个是确诊 然后加上匡列 加上怎么样 现在到底卫生局的能量够不够 卫生局难怪为什么现在疫调 会出这个状况 卫生局的状况 而且他们掉了是联益系统 可是联益系统懂这么多复杂的行政吗 嗯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时候 柯文哲其实拜托你 竟然中央指挥部过去了 也许你交给王必胜 比你用一个现在这个情绪不稳 适序受找打击 而且疫情也相当严重的地方 我会建议柯文哲 你就放手吧 嗯 好我想请问一下慧真 Bang到底是谁 这整个调查报告 目前就是规定完整版的议员 只能看三十分钟 对 然后呢 局长副市长将要请假 副市长站出来说 我晚上都在医院里面啊 我根本没有回来 那到底这一百坪一百坪 是谁送出去的 振兴整所还没查欸 对我跟你讲 如果说黄珊珊市长说 都跟他没有关系的话 那你好歹秀出一个简讯说 你一开始就说Bang 不用你假的 你事前不跟Bang说Bang 事后又不告诉我们Bang是谁 然后莫名其妙弄来弄去 然后就好心甘就打了一百一十五坪 我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个真的非常诡异 尤其看这个简讯 这个简讯里面有特别去 就是这个是简书培议员 他所弄出来的 这就是说 当时整个事情都已经爆发的时候 在那个群组里面 你看这里 这个是转传 就是可能是Bang 转传那个许金川博士 他的一个致谢的 然后给就是黄珊珊 副市长 副市长又在整个群组里面贴出来 那他在写什么呢 他意思就是说 谢谢你啊 我们昨天已经拿到了 就已经拿了十五支 一百一百一十五 一百五十支 昨天一百五十支 你用这个时间序来看的话 他应该是六月八号传的这个简讯 六月八号传的这个简讯的话 看起来时间应该是在上午的时间 那反正不管是上午时间 或者是他们第二天传的 当时他这里面已经有讲到说 哎呀 其实我们的量能 是可以打到一百多人的哦 所以假设他在六月八号 有跟就是 谢谢 而且许金川博士 有跟那个黄珊珊副市长 说谢谢的同时 又告知他 我们的量能是得以打一千多人的哦 到了当天六月八号的晚上 好心肝马上就涌入了上千人 去打了这个疫苗 是不是代表 其实就在六月八号这个时间点 有人去把这个讯息告知 所以好心肝拿到了这一百坪 好那现在来了 那个黄珊珊副市长 在六月九号的时候 他后来是整个事情爆发的时候 在群组里面 他在出来解释的是说 哦我不知道 我因为身体不舒服 我六月八号 没有看到这个讯息 我是到六月九号的时候 才得知 那六月九号得知的情况之下 我就很吃惊 所以我就告诉Ben说 他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谢谢我 我没有做这件事 然后就有一些相关的解释 可是现在来了 假设黄珊珊说的是事实 就说他没有看到这个讯息 那他不知道这件事 那到底谁核准了额外的这一百坪 如果这个讯息只有许金川博士 那是部长吗 只有许金川博士跟Ben 跟你知道这个讯息 那你们三个人 谁去做成这件事 你说你没有那是谁 是许金川博士跟别人 或是跟卫生局的人说 哦你们副市长同意我咯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你卫生局同事应该会做一个double check 那怎么可能 大家没有人知道是谁给的 结果后来人家晚上就给了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疑问 第二个是现在有非常厉害的网友 就在这相关的报导里面就看到什么 在那个新头科报导整个新闻里面 网友就放大 结果发现在这个讯息揭露上面 这边这一大串有隐形的文字里面 这隐形的文字网友说 其实他写的是什么 他写说其他还有建筑建设 即许多知名企业的老板 这些人都可以做您的义工 协助贡献己力 什么意思 这个 因为这个讯息就是许君川博士 跟他的致谢的嘛 那致谢的里面 你看有没有什么贡献己力 对不对 那是不是代表他的当初好心肝打的 一千多人里面 都是这些建商 都是这些知名企业的这些人 嗯 然后呢打了之后 谢谢你 这个是那个网友 键盘上柯南所搜寻出来的 就是他们贴这个line出来 它上面那个字有点薄薄的码掉 对 就是网友把它弄出来 就是从 其实你仔细看 真的是可以看出 那个但是我眼睛比较没有不好 他把它打出来的时候 确实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就让人家觉得更奇怪了 到底好心肝门诊 打的这一千多人到底是谁 假设真的是诚如这个网友 所这样揭露出来的话 那个事情真的是非常严重 这件事情很严重 而更严重的是呢 这件事情台北市政府 还是没有跟我们一个交代 还是没有说清楚 这个律师有讲的 如果说这个对话 这个真的查下去的话呢 柯师傅恐怕涉及犯五年以上的重罪 这个违法提供上千剂疫苗 给好心肝的志工公关接种 涉及贪污制罪条例的土利罪 这是五年以上的这个重罪 那么火烧到黄珊珊这边了 黄珊珊她今天说拿得出证据 我愿意退出政坛 来索贏 我们也不需要你来索费 再推出政坛 你只要告诉我真相是什么就好了 至少告诉我们ban是谁嘛 对不对 真相是什么 你在核心诊所这件事情面 你丢出了高嘉瑜 你在好心肝事件里面 这个ban你还没有告诉我是谁 振兴医院呢 振兴医院到底打了几瓶给 不是真正的第一类 那更何况你看黄珊珊 陈时中来电的时候她不接 其实而且她是不是说 陈时中没有良性还什么 我记得她有说过陈时中 没有天良什么的 她把陈时中视为这种人 我们见识的台湾人就知道 陈时中这么努力把我们守住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更何况她是有功劳 现在真的很辛苦也爆发了疫情了 你敢说要这么拼命 然后ban的电话呢 你说你没做 然后呢 好心安就得到那么多的这个了 所以狼哥开玩笑嘛 我们公司团队需要精英分子 你有什么特长或特殊背景 她说我认识ban 好了她就录取了 大家是这样开玩笑 但是大家是很痛心的 我想要请问一下罗医师 你看到这台北市这样的做法 整件事情 台湾疫苗是很充沛是不是 我们72岁以下的长辈都还没打到 我们72岁以下的长辈 到现在是还轮不到的 台北市疫苗满天飞到处卡 到底是谁随便乱发疫苗的 黄珊珊说拿出证据我就退出政坛 叫局长请假 那是谁决定的 要推给卫生局的股长吗 全台湾都很想知道说到底ban是谁 却不知道 打一个比方 如果有一个人他走私了 结果海巡署抓到了 就问这个船长说 你走私是不是 他说我不知道 我船就开到那个海中央 那突然有人就把他船开过来 就把货丢上来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样 他就跑了 不认识这个人 结果我回到岸上 我货都没有动 就有卡车过来把他载走了 我从来都不知道怎么来的 疫苗案就是这样子啊 怎么开始的 怎么结束的 可是问题就是有特权施打发生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一定要把它讲清楚 我刚刚讲法律是最后的底线 可是我们期待的不是这个问题 那我们讲一下说台北市现在发生什么状况 各位 从5月9号开始就有确诊个案 在一个市场里面一直烧 烧到现在已经到了7月 很多很多个案 这个叫做什么 华南市场 那我们记得去年疫情开始的时候 应该说是前年吧 在2019年11月的时候 在我们邻近的国家 他们也有一个市场 叫做华南海鲜市场 他也是很多人在里面确诊都没有讲啊 我要讲的是 病毒 他是很公平的 他对待每个城市 对待每个市场都是一样的 你如果不能够正视他 他就会跑来跑去 他就会出来祸害各方 同样的 我们在去年看到什么 我们在去年 在某个国家的卫健委听到说 他们常常会把疫情把它引溺 而且还听到说有吹哨者 结果吹哨又被破坏 昨天我们看到有人把赖的截图传出来 容许我说 他也是吹哨者 他希望这件事情不要石沉大海 因为没有看清楚 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应该要进步的问题把它解结掉 我们不能滥用大家守法的精神 所有人对疫苗是很守法的 各位现在大家讲说 很多人都往那个第7一直塞 一直塞 很多人等得很痛苦 可是你有没有看过有人举白出来抗议 说我抗议我没有打到 因为大家都相信说人性本善 也相信说别人打 对整个群体是有帮助的 可是我万万不能接受是说 这件事情特选思想 从6月8日到现在 没有人需要负责任 有那么难查吗 我觉得很简单啊 你就直接举手说到底是谁打了啊 为什么打了啊 为什么局长要请教 黄山要用政治前途来输 而且下人 到底下人 刚刚讲的话有一件事情 我就要把它讲清楚 他说 如果拿得出证据 我就离开 所以呢 也许他把握是拿不出证据 那因为大家在外面走来走去嘛 所以该消失就消失 该不见就不见 我刚刚讲吹哨者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说我们今天没有恶意要对谁 我们只是觉得说 还给市民 还给国民一个公道 我们很严肃的面对防疫问题 防疫脱不了人性 但人性如果扭曲 就会把事情搞砸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台湾已经把所有的防疫量能 包括负药隔离病房 重症病房 包括我们的社区筛检 都准备好了 社区筛检现在全台湾有299个 我们的检验量能 已经到了破10万 但是请不要糟蹋这样的防疫量能 这是拿来用 对付Delta病毒的 真的 不是拿来被糟蹋的 广告之后让您来跟大家讲 7月12号解封还是有机会的 大家不要太狮子 广告做更多的讨论 马上回来 台队等过筛检PCR和快筛同时进行 虽然疫情逐步趋缓 但现在台北市环南市场大规模筛检 却验出40亿人PCR阳性 不少网友直呼惊呆了 双北市民是否普筛再度不发讨论 如果你真的坚持要大筛特筛 那两个礼拜前甚至一个月前 科市长在北农就该大筛特筛 你到底匡列了没有 你不匡列不异调 不做基本工不去异调 不做异调就没办法匡列 没有匡列就没有隔离 没有隔离你怎么筛就是永远有漏洞 一是林静怡率先开炮认为北市匡列检验太慢 强调普筛成本高 以双北来说台北市有259.7万人口 新北市有402.3万人口 总共661万以上的人活数 全国一天检验量约5万 双北通通筛检等于要花132天才能消化 而有专家提出如果学日韩做快筛得来速 应该设在高风险区域 而一般民众则用居家快筛加速警醒 那这块栅栅其实它存在意义就是在于 我们的社区阳性率比较高的时候 它当然就会有意义 那现在阳性率慢慢降低 那这块栅栅其实可以设在一些 华语的热点 要把叶链食物供应链以换售链 这三个链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变成是一个联盟 我们固定的就来抽检它 全部都是阴性 那我们就安心 大量筛检 希望找出无症状轻状感染者 提早监测治疗才会让隐形传播链 变成脸红暴 我们来看7月12号 还是有可能会来这个生活上比较开放的 这个罗伊斯有几个条件 我觉得呢 其实我们回到它原来的一个定义 就是说我们说三级警戒有什么样的标准 那第一个就是说 单周要出现三件以上社区的群聚事件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这赶快去做匡列很重要 你一定要搞清楚是几个群聚啊 那你现在看很多人嘛 对不对 这是同一个群聚嘛 这第一件事嘛 那第二个要件是什么 或一天确诊十米以上感染源不明的本土案例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要赶快把那个疫调图画出来啊 你要确定它是怎么感染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虽然有人在喊说什么中央都做不好啦 火一直烧 可是我在想说升高警戒 就是因为都没有去做匡列疫调才发生的啊 也就是说要满足这些要件 只要你每天都不做 坐在那边发胎就解决了 就发生了 那另外我要讲一件事就是说 同样顺着部分去讲 为什么我们现在说 这个赶快介入很重要 这个是那个日本 日本当初我们说 他不是在1月8号有紧急事态宣言吗 那紧急事态宣言之后呢 就一直持续在紧急事态宣言当中 而且区域越扩越大 你会发现当中有两个大波 一个是在1月9号 最高确诊单次确诊7790人 第二个是5月11号 6360人 后来才慢慢降下来 所以说 我要讲的是说 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 1月8号 日本紧急事态宣言的时候 当天 他就跟医师公会 台湾的医师公会全联会 做视讯 他们医生只讲一件事情 我们的疫调匡列都太慢了 所以每天当我们要去圈的时候 那个圈就更大 到时候圈不住了 各位 现在我们说的环燃市场 不就是跟紧急事态宣言 一样的问题吗 你圈太慢就越越大是不是 那台湾走在世界疫情后面 就是要学经验 人家日本在1月8号 都跟你呼喊说 这样很惨 是不是很惨 连奥运都办不下去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全世界我们该做的防疫 都是一样的 现在去做这个努力 是因为其他国家 已经犯了这个错误 那他们总共花了多少时间 到现在 日本一天都还有一千多人确诊 所以很惨的事情 回过来看 我们这次的机会 是一个重要的契机 要把握 中央跟地方 大家团结一起來 我们希望把疫情守住 好 但是我还是 无法理解 好心安事件 看起来应该不是难调查的 正心 核心 不难调查 可是为什么现在 还是看不出事情的余貌 到底是谁决定把这几百坪 几百坪到处往外 当圣诞老公公的 我觉得 昨天发现这个line的这个事情 刚才我也赞同创下讲了 因为他是一个118人的群组 卫生局的群组 所以我认为就是卫生局 这个 一边是内部的成员 把这个东西泡露给媒体 那我觉得他这个东西最主要 就要告诉检调单位 有内情是如此 因为我们知道 6月10号 这个好心甘的这个 这个许青川 到了台北市调查处 去接受这个讯问 他是以证人的身份 用证人的身份 那这个案子现在是 检察官叶耀群 他是用他治案来办理 他现在什么叫他治案 可是如果这个群组的对话出来之后 会不会改变了这个案子的一个状态 比如他治案变成什么 真治案 什么意思 就是犯罪事实跟犯罪嫌疑人 开始确定了 因为许青川会不会到之后 就不是证人 证人只是找你来作证 可是你跟这个案子 可能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从这个对话来讲 许青川跟黄志杰这么绵密的对话 许青川到之后会不会变成被告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昨天这个东西出来 重点重要在这个地方 他会影响整个检察官 还有现在侦办系统 他的一个方向 一个脉络 我们知道这个案子 现在不是只有调查局在办 廉政署也加入 廉政署什么意思 就跟公务员有关了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 这个我认为是里面的 卫生局的公务员 为了自保 为了要厘清 然后把事实泄露出来 然后这些公务人员 只要承办的 从股长一路以来 到上面什么主秘 处长 副局长 全部都要被 都可能要遭到约谈 黄珊珊我觉得她要厘清也OK 但是到最后她也肯定 因为这个群组 她可能也要被约谈 当然还有一个人要被约谈 就是ban ban先生也被约谈 我觉得调查局现在一定要去 调阅ban的通年记录 ban跟谁在联系 ban这个人是谁 ban这个角色是什么 还有政兴也没有ban 所以我觉得这一连串的事情 那政兴的事情 现在也在进行调查 也开始要调查了 所以我觉得透过司法系统 才能够真正来落实 我们看到整个台北市的阵风处 根本就在帮市政府护航 你阵风处 你虽然是台北市政府的一个处 可是你这个处长的任命 你是直接归法务部连政署 你等于是连法务部派驻在台北市政府的单位 可是你这个阵风处 我们看到你的报告 你不但里面必重就轻 然后关键的事情都没有 也没有ban 然后好像把这个直到黄世杰 然后这个系统交到不清楚 我觉得这个还要司议员去看 还限制人家半个小时看 还不可能拍照什么的 旁边两个阵风似的监控 搞什么东西 所以我必须想说交由检调来办 那大家就可以赶快竞速约谈 那我必须要讲啦 那些打的人 我看现在也是惶惶不可终 因为我要确认你到底是不是有打 那甚至就是 也没有涉及到伪造文书的问题 那再来我认为好心肝是一批人 另外一个 政兴那个才更精彩 政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丁守中也打 那我们他的董事里面 还有谁 还有陈长文啊 陈长文有没有打啊 蓝营的权贵有没有打啊 连战打了 连盛文有没有打啊 连盛文太太有没有打啊 很奇怪 你看连盛文最近都没有声音了 不晓得为什么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这个东西那才是真正的 政商的一个关联 那我觉得他们现在可能也蛮担心的 打了这一针 会不会到时候被约谈 那我必须要讲啊 现在政兴也好啦 好心肝好 你们千万不要想要动歪脑筋啊 什么要把那个打施打的资料 把它摧毁掉 或者把证据淹灭掉 我给你讲如果是这样 那事情更大条 我觉得被施打的是一回事 而是市政府怎么会放任 人家这样打 很多基层的诊所 嗷嗷逮捕 他们是坐到四个街上 这个到时候要调查 就是说 资源非配非常有问题 这角色怎么 谁决定的 谁决定资源非配的 谁有办法决行的 谁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关键角色 这都要一一釐清 所以我觉得包含他的卫生局长 这个黄世杰 他为什么这个时候 我觉得克文哲 你就让他辞职嘛 他干嘛请什么假 请完假今天又要要要 又要把架条撕掉了吗 因为现在疫情烧起来了 那你干嘛请假 你这个很奇怪 他被请假的 他自己承认黄珊珊叫他请假的 那黄珊珊叫他请假 他就要请假 你是公共员 你又不是傀儡 人家要你请假 那请问你有什么理由叫我请假 那有事情请试假 而且黄珊佑他的政治生命 跟你堵住 整件事情跟他没关系 那到底是谁决定的 这么简单的事情 而且你知道黄珊珊的记者会 曾经记者会当中 就我们看看这个市长 去世纪或是没来 整件事情到底谁决定 因为柯文哲下令要 今天要打尽快的打完 那个是政策上的错误 但是ban这件事情 那就变成是可能 是要主动侦办的事情 因为这里面涉及的是请托 然后请托之后造成了一个 公共资源的扭曲运用 所以这个时候跟前面 只是因为柯文哲的一个命令 公务人员为了达成那个命令 所出来的效果 跟现在有人请托 然后滥用资源 这个东西就不是他治案 应该是真治案 你有没有发现台北市 很好请托 我这一堂电位 十分钟都还在管 第一名情节是 ban呢 特权疫苗 在台北市是第一名 是不是 来清晃 而且我觉得好心 干这个事情基本上呢 刚刚有讲说是 卫生局的官员 应该是不想再背锅 因为我听说那个鼓掌的情绪是真的很崩溃 因为他到正风去的时候真的是 就一路就是跟着正风这样子被约谈到晚上十二点多 那他情绪很崩溃 他觉得我以前发疫苗也都是这样子啊 但你去注意一件事情 他讲说他以前也是这样的时候 他其实没有特别讲的是 那请问他有没有长官交代他什么事情 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会这个对话机会被丢出来 这显然他们认为说 他一定是不想替哪一个长官去背锅吗 那我再给各位再看一个 这一样也是最近的事情 你去看哦 这个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有这么多台北市的 就比较比较多的这些确诊的病例数 他没有公布 结果当时就有议员在问 台北市政府的官员问说 这个为什么确诊者足迹不上传 那这件事情你知道官员怎么回答吗 官员回答方式说府内的高层说二十人才公布 后来台北市政府发言人又出来讲说 不不不不是二十人以上公布 是二十人以下才公布 但不管二十人以上还是二十人以下 我请问你不管哪一个你定哪个条件 这算不算盖牌 然后第二个讲这个话的人是谁 你去看讲这个话的人是卫生局疾管科长余灿华 那他呢这是被议员问了很久之后 他再告诉你说这是府内高层定下来的 换言之对他们来讲这些锅人家也不想要背了嘛 所以他就把他讲出来 而刚刚我们是不是有问到一个问题 就七月十二号这件事情 唯解封到底有没有希望 那告诉大家 这个我们发现科市长有学到的课程 大概就有希望了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最新的新闻是什么 各位来看一下 科市长历经北农事件到今天 你看这个大量PCR开始塞了之后 塞出这么多人出来了之后 科市长得到的结论叫做 跟教科书写的不一样 我想打人 我全头都硬了 两个事情 第一个科文哲市长说 他没有想到无症状的黑数的感染者这么多 他认为说在台北市 我问你教科书有没有写COVID-19 他的教科书 我觉得应该还没有COVID-19这个字出现 但是你会发现这句话出来的时候 应该很多台北市民很怒 因为第一个 他说台北市的无症状的黑数增多 他认为社区里面可能潜伏了不少 第二个他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他认为说他以前教科书上学的时候 学到什么呢 他认为说他以前学到的时候 主要感染源在哪里 在医院 但他这次发现 反而是市场变得特别多 因为经历了北农事件 那我想请问 如果你是台北市市民 你听得会不会很生气 会 主要感染源在哪里 在医院啊 但他这次发现 反而是市场变得特别多 因为经历了北农事件 那我想请问 如果你是台北市市民 你听得会不会很生气 会 因为你的市长是经历这次事件 才终于学到说 跟教科书上写的不一样 所以之前的措施 跟之后的措施要做调整 第二个 不是台北市的市民也很生气好吗 其他不是台北市的市民 人家要解封全岛一命 看的也是你台北市的疫情状况啊 所以不管台北市市民 跟不是台北市的市民 看到这句话 叫跟教科书写的不一样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心里的情绪 应该都是非常愤怒 他本来是要说医学专业人士 后来才发现是医学教科书的专业人士 去年武汉华南市场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你现在告诉我 说跟教科书写的不一样 台北市民变成他教科书是理论 我们变成他把理论 运用在实际的一个白老鼠 我们教科书是上面写的都是死的 实际的情况是变动的 那你怎么拿台北市市民的健康 来作为你一个对照呢 全台湾人变成他的一个大试验 我真的觉得讲这个话 他现在把责任推给教科书 那还真想问是哪一本教科书 那作者是谁 你要不要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 连罗医师都生气了 我想没有任何一本教科书这样写 那我们也知道说 当院内感染多的时候 一定是从社区的病毒传过去的 这是基本的 common sense 那所以说你送个教科书就要来甩锅 我觉得这样没有道理 而且四十年前 他读教科书的时候 还没有这种患患的流行病 太离谱了吧 博文 我觉得不管是正经或好心甘的 这个名单 其实都很清楚 现在就看就是 台北市政府愿不愿意面对 自己的这个办法 其实这个名单都清清楚楚 是现在的 我对某个人感染症